梁佳儷 嘉宇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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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著看一下流體動力學的部分 主要的話 在之前我們講的流體力學的部分 都是靜態的 就是說流體是靜在那個地方的 那现在开始我们在针对这个流体是动态的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要讨论这个流体动力学的时候的话呢 有几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说 到底这个流体它的流速是不是稳定的 OK 如果说我们这个流速是稳定的时候 那我们在某一个瞬间 譬如说这个管子的某一个瞬间 这个点上面 它的速度呢 V呢 那它这个速度是Constant 那我们在这一点上面的速度已经是稳定的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这个流体会不会有转动的现象 OK 那所谓的流体转动的话呢 现在你看到就是说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 你看你都看过这个一根箱过着一个渊 它在往上走的时候 那它会有那个涡流的现象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那个现象的话 就是它是rotational的情况 OK 所以换句话说 它呢 如果一个element 它没有agumum velocity 的部分 那我们就会称这个流体呢 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流体是稳定的时候 那它就不应该会有这个涡流的现象 OK 好 那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流体的话呢 我们不希望 它是可以压缩的 那这个以气体来讲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在气体的部分 任何气体 你要把它压缩起来的话 是非常容易的 那一体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 我们也还是希望 它是不可以压缩的 如果你不可以压缩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density 就是等于constant OK 那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说 它是没有连制力的 OK 那这是连制力 然后 那所谓的连制力呢 它的定义呢 如果我们把 一个物体 那我们说 我们在以前 已经讲过 我们给了一个stress 那这是面积A 你会发现就是 这个 有一个阿花角 已经被你改变了 那我们定义连制力 连制系数 连制度的话呢 就是 单位面积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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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管子的话 因为你是稳定的 所以我这边的速度已经是非常确定 V1的速度 到这一点的速度 我也很确定是V2的速度 好 那我为了把我说明方 我把这个截面积的地方叫P点 那边叫Q点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截面积 我用A1来表示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截面积 我用A2来表示 那你现在你看到一个流体 从这边流过去的话 那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单位时间里面 OK 单位时间里面这边的流体 流过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从这边改变的这个质量 一定是等于从这边的改变的质量 因为它是不可以压缩 对不对 所以我说在这里改变的质量 是等于多少呢 我说单位时间里面 它所改变的质量 那就是等于它的density 在这里的density 在乘上它的体积 那体积是等于多少 体积就是截面积 乘上这个βL1 那换句话说 就是等于V1 βT 有没有问题 那同样的 我如果把这个βT 乘以分之βM 就是Rho1A1V1 那同样的 我在这个位置上面 βM 就等于Rho2A2 然后呢 这边改变 我用 我说这个是βL2 那就是V2的βT 那这是βL2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Rho2A2的 V2的βT OK 所以我们看到了 βM除以βT 也就等于Rho2A2V2 那换句话说 你在这中间 如果没有任何的source 没有在 这边没有任何的source 在这个管子里面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Rho1A1V1 要等于Rho2A2V2 OK 那我们可以了解到的 就是说 假设这个流体 是不可以压缩的 那你因为不可以压缩 Rho1就等于Rho2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马上知道 A1V1就等于A2V2 那这代表是 的意思 很明白的 就是说 这个流体的速度 其实是跟它的截面积 成反比的 那最简单的例子 你现在看到 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什么 一个管子 然后它的截面积是跟 它的速度是有关系的 你们都用过水管去浇过花 或者是洗过车子 对不对 你把水管的前面 一压扁的时候 那个水的速度 跟你把水管的前面不压 它原来是这样子的截面积 你把它压扁的时候 它截面积缩小了 那它的速度就是什么 它的速度是跟截面积成反 OK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我们考量了 已经是不可以压缩 是稳定的 所以在这点跟这一点的速度是 单位时间 在一个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它是固定的 然后呢 它是没有粘质性的 中间没有摩擦性 OK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流体的概念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对流体来讲的话 它最重要的这个概念呢 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写成一个continual equation 那这个continual equation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单位时间里面 单位时间里面 那流体的这个 我应该这样讲 单位位置好了 我说 我说这个呢是单位位置里面 我们流出来的这个Mask 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说这个流体 单位时间流出来的Mask 跟你的Density 对时间的变化有关系 那这个整个结果的话 我把这一项的定义 也再先把它定义起来 谢谢大家 这两个加起来的部分 我们说要等S S是什么意思呢 S就是代表那里面的Source 那如果S带0的时候 那代表里面有一个Source 那如果S小于0呢 代表里面有一个Skin 也就是说 这好像代表的是 里面你的质量 这是流出的质量 这是流入的质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单位时间 单位体积里面流入的质量 流出的质量跟流入的质量 如果你流出质量 流入的质量是大于0的时候 那你代表流出比较多 流出比较多就是这里面是有什么 有Source 让你的流出大于0的部分 那如果你流出的质量比流入的质量 还要来的小的话 那代表这里面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Skin 很像是这个水龙头里面的那个 漏水管的部分 流入的质量 小于流出的质量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个Skin的部分 那这个Continue Equation其实是在流体力学里面 你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在之前 我们有碰过 那它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如果你把它写白了 这个就是D 底X OK Row Vx 再加上D 底Y Row Vy 加上D 底Z 的Row Vz OK 就是三 这个三维的部分 你每单位时间 单位体积里面流出的质量 那这个是单位时间 单位体积里面 这个质量的变化 那就是流入的质量的部分 好 那这个Continue Equation 以后你们学流体力学 就是你们主要要解的部分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假设而已 我们没有Source的情况之下 来看这个整个问题的情况 OK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如果这个水管 在这里面我们考虑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考虑水管的水位的高低差的情况 假设你现在这个水管 是有一个水位的高低差 那距离这个 在P点的时候 它距离这个水平面的话 是Y1 那到了流出来的位置的时候 它距离水平面 是Y2 然后 在这一点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把它画成 以压力来讲的话 这个F1呢 就等于 在这边的压力 P1乘上A1 A的话都是它们的解面积 A2 也是一样 它的解面积 那 依照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 在两边的 这个速度 我说在这里的速度 我们已经知道 它是一个稳定的流体 那它的速度 那它的速度是V1 OK 到这里的速度呢 一样 我们假设它是V2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对这个流体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稳定的流体 还是在这三个condition底下的流体 OK 那我们看到 在A点 我看 这边A也有 P也有 C点 B点 好了 我们说 在C点 那在C点的地方呢 我们看到 F1所做的工 F1所做的工 是等于多少呢 F1所做的工 就等于F1 把这个流体 压缩了多少 的距离 那我们现在 我们假设 这个窑体 被压缩的距离 这个是ΔL1 所以F1所做的工 就等于F1乘上ΔL1 这应该没问题 那F1其实 是跟它的压力 跟它的解面积 有关系 OK 那同样的地方的话 我们再来看 这个被压缩过去的 这是ΔL2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低点的部分 F2所做的工呢 F2所做的工 你可以看到 这个体积啊 跟F2的方向 也就是说 ΔL2的方向 跟F2的方向 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F2其实是做的是复工 那这个复工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F2A2 ΔL2 OK 这是一个复制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 这是第一个是 压力所做工的情况 那这两个工 总工的部分 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个是压力所做的 F1ΔL1 减掉F2ΔL2 OK 或者说我把它写成加的 因为我这边已经考量 复工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 你把这个流体 提升上来了 那这个流体呢 提升上来 就变成MG OK 那它的位能 从Y1变成Y2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重力 其实是做的是 一个负的工的部分 所以你现在 你把它全部 折总起来 就是P1A1ΔL1 减掉P2A2ΔL2 再减掉MG的Y2-Y1 那MG的Y2-Y1的话 Y2-Y1 我们把它定义成H OK 所以 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整个W1 我们就等于 P1A1ΔL1-P2A2ΔL2-MGH 它前面这一块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说它其实 它的MASS 是 这个单位时间里面 它应该是要相等的 那换句话就是 那边写的 Rho1 A1 V1 OK 这边要等于Rho2A2的V2 那 好 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边的ΔL1 其实就是V1ΔT 这是V2的ΔT 所以 我们把它 稍微的整理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因为你的Density是一样的 那就是等于Rho2A2V2 所以我们把这个Density把它拿掉 P的部分 换句话说 这个是Rho1A1V1 换句话说 你可以把它带进来的部分的话 P 这个A1V1的部分 你把它提到外面来 A1V1 P1-P2 乘上ΔT-MGH 那这一项 这一项的话 我们可以视为 还有ΔT 你视为Rho分之ΔM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所做的工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从这里面看到的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功能原理放进来 我们说 所有的功 就等于是动能的变化 那我们看一下 动能的变化是等于多少呢 那动能的变化 那动能的变化就是等于2分之1mV2的平方 那你把两个放在一起 功就等于动能的变化 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结果 这边的ΔM 其实就是这个ΔM 我把它写成Δ好了 免得你们有两个 OK 这个ΔM就是这个Δ 就是把这一块的Math 提升上来的部分 所以 这边的M呢 这边的M呢 也是ΔM 这是动能的变化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ΔM全部都弄消掉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P1-P2 然后减掉 Rho Rho Gh 就等于2分之1的 Rho 已经提过来的 然后V2-V1 V2平方-V1的平方 那我把它 稍微再整理一下好了 就是P1 就是P1 再加上2分之1的Rho V1平方 再加上Rho G 然后Y1 其实就等于P2 加上2分之1的Rho V2平方 再加上Rho Rho G Y2 那现在你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 就是说 这个值 无论是在C点或者B点 它统统要维持一个Constant OK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为白努力定理 那白努力定理的部分的话呢 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的流体的任何一个位置 它的Pressure 它的Density 它的Velocity 跟它那时候的位能是加起来的关系 是要一个定值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就是说 我们这个流体是不可压缩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的Rho 我们是一定固定的 不管在任何的地方 换句话说 白努力定理告诉你的就是 Pressure 跟Velocity 跟Potential Potential 就是Potential Energy之间的关系 OK 那在这里 Continue Equation的部分 告诉你的是 这个Velocity 跟Close Station之间的关系 那这两个就是流体力学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关系 那这两个关系 有没有这个相同的一个地方呢 我说基本上面 基本上面的话呢 你看到的 Belocity Equation的部分的话 我把 它的Special Case 就是 假设 我这个流体 是禁止的 那如果是禁止的时候的话呢 那就V就等于0了 那V等于0的意思就是说 P1加2分之1的 这个 Rho V平方 这一项就不要了 就Rho GY1 就等P2加上Rho GY2 那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方程是 其实这个方程是 就是我们当时 在讲这个 这个 静止的流体的时候 P2-P1 就等于Rho GY1-Y2 这个是完全是 静止的P2-P2 这个完全是 静止的P2-P2 OK 好 那 换句话说 你其实可以把这一项 因为这个是pressure 那这两项是静止的时候的pressure 流体静止的pressure 那你可以把它这一项当成是什么 当成这个流体在移动的时候 它的diaminical pressure 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那也因为这个binary equation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日常生活里面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举个例子好了 你们常常看到的棒球 棒球的话呢 球投过来 那我说 这个流体 这个流力线 对一个棒球投过去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球啊 运动的轨迹 是这个样子上过去的话 那相对 这个球来讲的话 球本身 我们看到的 以球来看待 你可以看到 以球的观点 流体 把它画在这边好 以球的观点来看待的话呢 这个流体是这个速度方向 OK 有没有问题 好 那 这是 啊 球 也就是平直的 投出去 但是 如果 我现在 我把我的 球 投出去以后 连投 然后连滚 OK 它有一个 Omega 在滚动 所以你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球是一个 啊 这个 旋转的球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个球来讲的话 它其实 球本身 有一个速度不适时 这个方向 有没有问题 所以 你球本身啊 你看到棒球的球本身 并不是光滑的 它会 这个 棒球表 它有缝线 然后会带动 这个空气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里的 这个 啊 空气的分子来讲的话 它的Velocity 变成是 我把这个当成是V1 然后 它当成是V2 你看到的是 这是V1加V2 那这边呢 也是V1加V2 但是 因为V1跟V2的方向相反 所以 你现在变成 V1加V2以后 它变小 这个是变大的 你有没有问题 抱歉 等一下 OK OK 这是 对球来讲的话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你现在你看到 这个的速度变小 这个速度变大 我们看 这个binole equation的部分 P 加2分之1 Role V平方 加Role GY 这要constant 换句话说 你的Velocity大的地方 你的Pretion就会小 所以 你这里的Velocity 是变大于上面的Velocity 所以这边的Pretion 一定是大 这边的Pretion是小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到 Pretion大的地方 跟Pretion小的地方 这个整颗棒球 就要变成什么 有一个 Pretion 因为这个Pretion 这个Pretion是小的 这是Velocity大 Velocity大的地方 Pretion小 Velocity小的地方 Pretion大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上面是Pretion大的 下面是Pretion小的 这整个棒球 就要被什么 被压下来了 所以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棒球 本来你是 直直的 这个投出去 但是到了 这个某个位置的时候 速度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 它就会下坠下来 这就是 我们所谓的 下坠球的一个情况 OK 好 那 利用这个流体力学的方式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有 除了棒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以外 另外一个 飞机的机翼的部分 也是一个例子 我说 我们可以看到 你如果去看 飞机的机翼的部分 OK 那个飞机的翅膀的部分 那 我们看到的是 这整个 这个velocity的部分的话 那 它在往前 走的情况之下 同样的空气分子 走到这里 它要经过比较长的距 跟这边走过来 那 你看到的 这个是velocity 比较大的 这是velocity 比较小的 OK 所以 对velocity 比较小的地方 它的precious就小 这是precious比较大 换句话说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整个 机翼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向上 的 因为从precious比较大的地方 precious比较大 它是有一个上提的 这个 的方式 那 这个飞机呢 它的整个翅膀 它就变成是 它就会被 往上什么 往上这个 起飞的时候 它的翅膀 那如果飞机下降的时候 它翅膀不会是这样子的 你们如果坐过飞机 坐在那个翅膀旁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你要下降的时候 那个是机翼的地方 会 从机翼的地方会出来好多的什么老流板 从前面来看的话 那这个地方会出来很多个老流板 OK 那它主要的就是什么 它主要的就是要让 那这上面原来这个是起飞的情况 就是变成你的这边的precious比较大 这边的precious比较小 让这个飞机慢慢的下降过来 所以如果你注意可以看飞机起飞的时候 跟飞机下降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伸出来 这些老流板的部分 那这是流体力学里面 几个简单应用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那我们看到 我们平常我们要去测量这个流体的速度的话 是有一个meter 那这个meter它基本上面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有一个 碗形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 和这里接一个u型管 那我现在 我在里面呢 钻一些 这个 液体 那我把这个装置的话呢 本来这个液体的 意面是一定的 那我把这个装置呢 放在我要去测量的 这个流体的部分 我说我就把它放进去 那这个流体的速度 V1是我要代测的 OK 我要求的就是V1是等于多法 那我已经知道 那我已经知道 这整个的装置 当我把它放进去以后 这两端的 这个液体啊 液体的密度是zolperum的话 那液体的密度是会不同的了 那为什么会不同 因为在这里的流动的速度 跟这边流动的速度 它是已经不一样 OK 所以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这两端其实 它有一个 这个液面的 这个高度是不同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边的流体 它的density是zol 那这个液体的density 是zolperum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第一点 跟第二点的位置 在第一点位置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是等于2分之1 zolv1的平方 再加上p1 这是我们 那跟第二点 它也是等于2分之1 zolv2的平方 加上p2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点 这两点 它因为 zolgh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2分之1 zolv1平方 加p1 要等于2分之1的 zolv2平方 加p2 这应该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 如果我以这个label来看 这是c点 好 在 对c点来讲的话 你看到的 在这里是p1 那在这边应该也是p1 ok 那在这边是p2 这边也应该是p2 那我们看到的是 在c点的话是p1 我还是把它这个加上来好了 zolgh1 p1 p2 好了 我把这个加进来 更精确一点 那这边是 这个是h 这样子好 那在c点的话 就是p1 再加上rho g y1 就是等于c点的pressure 那这是左管的部分 那右管呢 你的p2 再加上 rho g y2 就是这一点的pressure 那这一点的pressure呢 再加上液体的pressure rho prong g h 所以你知道 c点的pressure 一定是要什么 全部都是相等的 的部分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 y2 y1-y2的部分 差不多是h 我在这边已经画了很 很夸张 这很宽 这很小 因为你基本上 你还不能把它 变得非常非常的 差别很大 那如果差别很大的时候 你这边就会有一些老流出来的 所以你要为了这个 要变成一个stated 所以你这两个 其实不能差很大的 所以我们说y1-y2 大概差不多就是h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用的是 这个截面 和这个截面 这是a1 这是a2 那a1截面跟a2截面 我们在刚刚 这个continue equation 已经告诉你说 a1v1要等于a2v2 那这些关系 给你的部分 你全部把它放进来 那再跟这个进来的话 那我们看到 其实上面这个 p1-p2 它基本上面就是等于 rho g y2-y1 ok 再加上rho plan g h 那换句话讲 你这边的话 g h提出完 那就是rho plan-rho 那p1-p2的部分 从这边 p1-p2 你又等于是 1 2分之1的 rho v2 平方-v1平方 那v1跟v2 又有关系 你把它带进来 那我们就可以 从这样子 去求出来 这个带回来 然后这两个 之间的关系 败出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v1 其实就是v2 开根号 两倍的 rho plan-rho ch rho a1平方-a2平方-rho 所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装置 你就可以得到 到底这个流体 它的速度是多少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a1a这个管子的这个粗细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你可以观察的到 这个h的部分 那你放进去的流体 你也可以知道 那你要测量的density 你也可以知道 所以这个文式管的部分的话 流体的速度 你把文式管一放到流体里面 那你马上你就可以测出 它的一个速度的大小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装置 但是呢 我们可以很容易去测量流体速度的一个装置 那到这里的话 其实流体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是很好玩的 一个物理上面非常好玩的一个物理现象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习题的部分 那用习题的这个题目的话 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些有趣的问题 那在这边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说 刚刚我们平常我们在讲说这个 连制例的部分 那连制例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文式管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连通管 那这个连通管 我相信每一个同学在很小的时候 你就已经玩过这个连通管的部分 好多的 我可以把你的水拿来 在这个地方 可以把水拿去 把水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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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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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說 對一個 idea gas 過的 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 對這個整個連通管來講的話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因為zova 他要等constant 那 你這個流體在這邊流 有注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面 要滿足 binary equation 又要滿足 這個 連續方程式 所以我們看到 好 這個大的管子進來 慢慢的 這個小管 這兩個管壁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所謂是一樣的 那到這裡 那因為管壁 這個a呢 已經變小了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pressure變小 然後呢 再來 這個 液滴 這是我們idea的情況 這個情況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對一個有黏制性的 這個 因為他有黏制性就會有摩擦力 所以你會發現說 那 有黏制性的物體的話 我們看到 從這一邊到這裡來 因為摩擦力的關係 他已經 這pressure更低的情況 那 到這邊來的時候 那pressure更低 那雖然這兩個管壁 管子是一樣粗的 但是在前面跟後面 他的pressure就完全不同 到這裡更是少 OK 這就是變成是一個 有黏制性的 液體的 那跟idea的 他會有些差別 那這就是黏制性物體 摩擦阻力的部分 給他帶來的一個結果 那 這是我們 在idea的flow 跟這個 recourse的這個flow 它是 這個flow的部分的話 是不同的一個地方 那 我想我們在流體濾血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到這邊 算做一個結束了 有甚麼地方 使用